在家庭的伦理里边 就是我们自己是扮演个什么角色 在什么立场就要担负起 本分类的责任和义务 而使得这个家庭能够幸福快乐平安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有关婚姻的问题 现代人的婚姻比起传统旧社会 已经有太多的空间跟自由 去选择自己的伴侣 但是如何用智慧去选择理想的伴侣呢 站在佛法的观点 姻缘是不是也有命定之说呢 如果没有得到善姻缘 是不是可以走上出家的道路 或是还有其他更好的生活方式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的看法 要结婚找对象 找找情绪明明结果找不到 然后就去出家了 千千万万请你不要来出家 像这样的人出家是不健康的 因为娶不到老婆 嫁不到老公 所以来出家了 那人家会笑我们出家人的 所以都是 大概你是去不到老婆的人 你出了家了 大概是你嫁不了老公了 所以你出了家了 出家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一定啊 就是对于人生 有着肉感体验 就在自己要走出家的路 才能出家的 不是人人 因为一个挫折 就要出家了 不行啊 如果要出家的人 那就从打头开始起 就不要想说 找一个什么 找个对象来结婚了 既然要找对象结婚的人 你还去找吧 你找到时为止 你再去找吧 这一生找不到 你下一生再找吧 不要因为 没办法找到对象 就出家 这一说如何得找到啊 自己合意的对象来结婚呢 我的建议啊 以品德为第一的要求 所以人品啊 不是啊 面貌 不要用 面貌 的美丑啊 作为自己选择的啊 条件 应该呢 用啊 品德 或者是呢 心地 的善良 真诚 或啊 扑实 这是第一个条件 如果是爱好虚荣的 如果啊 如果啊 长得很美 可是呢 心胸很狭窄 习惯啊 很不好 当然 美的人和英俊的人 再加上啊 他的品德也好 这叫做啊 这叫做啊 内在有美 外在也美 这秀外而慧中 这种人 当然是最好的了 如果找不到呢 推而求其次 品德要好 性格要好 心地要好 第二 头脑要清楚 虽然可能呢 他也美 性格呢 也温和 就是头脑有一点 糊里糊涂的 头脑不清楚 视力不容易分清 那这种太太 不会给你出大疲漏 可是呢 帮不了你太多的忙 将来你们生到孩子的时候啊 你做父亲的人 就要负担起很多的责任了 孩子的教育 家庭的照顾 甚至于你自己的健康 乃至于你的饮食 你都要照顾自己 还要照顾全家 因为这样的太太 那你要她 就是这个样子 或者是呢 你的先生 如果头脑不是很清楚 迷迷糊糊的 人是好人啊 那个叫做烂好人 那不是啊 有头脑的人啊 你嫁给他以后 当然呢 他不会背叛你 可是呢 你这个太太 也就够辛苦了 你什么事情 你外外 乃至于生活费 你都要去张罗 这个先生就是迷糊糊 就是不知道 怎么一回事 那你人设好了 太好了 结果呢 就是你要照顾他 就是辛苦一点 那么第三的 这个太太啊 或者是这个先生呢 能够体谅人的 能够体谅你自己 也能够体谅他人 心胸开朗 跟任何人相处啊 不会的 老是在 妒忌啊 吃醋啊 怀疑啊 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人啊 虽然头脑也不清楚 这个 自己的性格也没什么不好 就是呢 老是在怀疑啊 妒忌啊 吃醋啊 在这样的情形下 那你这个夫妻生活啊 过得就很痛苦了 应该呢 要互相的信赖 能够啊 要彼此的呀 能够啊 这个绝对的呀 信任 谅解 对方稍微有点错误啊 一定要谅解他 一定要包容他 如果能够这样子 有几个条件 你选择到这样子的对象的话 我保证你 一生都是幸福的 做父母的 该怎么样才能够尽可能的公平对待子女 子女们又该如何自我调适 来维持家庭的和谐 让我们勾起摄影法师为我们开示 思维传统 应该是过去的事 而 现在的人呢 就是现代人不应该是传统的 但是呢 传统的习惯呢 还是在的 这中男轻女 在西方人 已经很淡薄 那么在东方来讲啊 这是几乎是根深蒂固啊 比如说中国大陆啊 他们共产党的革命 就是要把传统打破 要把旧习惯打破 可是呢 中共那边呢 重男轻女的这情况啊 非常的严重 因为 因为他有一胎制的 这种啊 又说 所以很多的人呢 生的女儿的话 就想把他拿掉他 或者是呢 就把他遗弃掉 所以是在大陆的气阴呢 女阴呢 相当多 这是非常残酷的一种现象啊 原因就是希望生儿子 不希望生女儿 事实上像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呢 就得是错误的 生什么就是什么嘛 生女就是生女 生男就是生男 如果说 大家只要男的 不要女的 那将来 男孩子太多了的话 我们这个社会会有大问题 如果是全部是女孩子 或者女孩子太多了的话 社会也有问题 是自然的 这是最好的 这是啊 我们一般的观念呢 还是没有办法打破 这也是 还是要慢慢地宣导 不过呢 在知识分子来讲 在年轻的一辈的 知识分子来讲 已经能够啊 接受 所以男女平等 生儿 与与与女 男的要好 女的要好 只要来就好 这种观念呢 在一般知识分子啊 可以说 有了这种共识 可是知识分子之中 还是有一些人呢 是中男轻女的 特别是到了 祖父祖母季的人呢 总是希望生孙子 而不要老是生孙女儿 但是我们副教的立场来讲 男女是平等的 有男 有女 多是啊 现在的菩萨 未来的佛 为什么一定要生男的 或者是一定要生女的 这个因缘呢 是你家里的人 生的来是女的 是你家里的人 生的来男的是你家里的人 不要勉强 勉强来的 不一定就是很好的 另外在父母对于啊 子女 是不是能够平等 一般的人是怎么说呢 说祖母呢 疼长男 母亲呢 是疼老妖 一般是这样子讲的 长孙呢 祖母疼 老妖呢 是母亲疼 一般的人是这样子讲的 那对祖母来讲 可能是这个样 因为弟他生了一个孙子 好高兴的 好欢喜哦 那对母亲来讲啊 已经很老了 还有一个孩子 一个小孩子来 那个晚年呢 大的小孩子都不在了 都离开自己的旁边了 还有一个小的 在生田跑来跑去啊 伴着他 陪着他 就得非常好 但是一般的家庭来讲 父母啊 对儿女 说完全平等的待遇 是不可能 但是一平等心 来爱护子女是 应该是可能 而且呢 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平等心 爱护儿女 就是儿女啊 需要什么照顾 他就给他 适当的照顾 这就是平等了 那么 对于不平等的 这个照顾啊 从儿女这一边呢 可以感觉得到 因为有一些儿女啊 需要特别的照顾 需要更多的照顾 有的儿女啊 他能力强 天资高 也聪明 他只能独立 能够自立 从小就是那么乖巧 他就是能够啊 帮助父母 来啊 带自己的弟弟妹妹 甚至于料理家务的事 有这种啊 孩子们啊 那么乖巧的 但像这样子的 这个孩子啊 就父母就不需要 放那么多的心血啊 来照顾了 但是 有些弱的 残弱的 这瘦弱的 残弱的 那需要 有父母来 给予啊 更多的啊 关怀 更多的啊 爱心啊 那就是 因为他不能独立嘛 不能自立嘛 那需要父母帮助啊 不仅仅是需要父母帮助 也需要啊 兄弟姐妹 大家一起帮助啊 我记得 这个过去的 这个国防部长啊 于大伟先生 他在临终的时候 最不放心的 就是他有一个 残障的 就是智能障碍的 一个儿子 那个儿子已经呢 三四十岁了 但是呢 他还是最不放心的 因为 他过世 父亲一过世啊 这个孩子怎么办 没人照顾了 那么像这样子的 如果这样子的家庭里边呢 兄弟姐妹 都应该出来啊 一不用吃 来照顾啊 这个如此 因此 我的父母讲啊 我们家里兄弟有七个 而我的母亲讲 每一个兄弟姐妹啊 都是他的身上的肉 就像手指一样的 手指 这个手指都是相同 但是呢 手指又长又短 又大又小 有粗又细 而有的力量大 有的力量小 有的需要 其他的手指来帮他的忙 有的呢 他能独立地运作 因此呢 我的母亲讲 说我疼孩子是相当的 一样的疼 但是呢 照顾孩子的时候啊 是不可能是相同的 请你们能够谅解 那么这样子的父母 像我这样子的父母啊 我认为是 没有什么不对 那我们的兄弟姐妹啊 也没有提交 那阿弥陀佛 那阿弥陀佛 师父说呢 要知福 习福 重福 赔福 才会有福 那么师父也说呢 让自己健康快乐 让别人健康快乐呢 就是重福 那么我们记得 在前几集里面也提到 在台湾地区的人呢 常常喜欢生气 而他们最常生气的对象呢 就是自己的家人 那在家人之间 应该如何重福 让大家都健康快乐呢 让我们来继续请教 盛言师父 师父您好 盛言师父好 是 师父啊 您讲说 这个重福啊 就是让这个 自己跟别人都健康快乐 就让我想起来 好像家人之间啊 最需要这个重福 是不是 可是我们常常 最忽略的也是家人 是不是这样子 呃 陈小姐刚才讲说 台湾地区的人 跟家人之间很容易生气 其实不一定是台湾的 凡是有人的地方 都是一样的 就是越亲近的人 越容易有摩擦 是 像牙齿会咬到舌头一样 是 所以是呢 呃 前几天呢 我遇到很多 这个 呃 贵妇人 呃 她们都是呃 先生事业很 呃 非常顺利的 呃 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的 呃 呃 先生一定有一个 贤良的呃太太 那我就问她们呢 我说你们在家里边吵不吵架 呃 先生 斗不斗嘴 有的人呢 很含蓄啊 嗯 不能说吵架啦 这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互相讨论嘛 哈哈哈哈 讨论的声音稍微大一点 有的人在说 吵哦 这个 我们常常会吵哦 不过吵过以后呢 就好了 又好了 呃 如果吵了以后不好 那那麻烦了 所以是呢 在一个家庭里边呢 如果说是 呃 没有 扣脚 这是 所谓扣脚就是 彼此痘 对对 痘口 痘嘴 痘嘴 啊 彼此都 都不痘嘴的 这个 大概很少 那只有 说 啊 可能是一个 比较 这个刚一点 一个比较 柔一点 刚柔相继 那两个人 就不会斗 或者是呢 这两个人 已经说好了 是当先生刚的时候 太太柔 当太太柔的时候 太太刚的时候 先生柔 那这样子 大概也斗不起来 多半很难 多半这个 生气的时候啊 就是生气啊 不容易 不容易能够说 好吧 我们两个人 已经说好了 多半大概还是 很难那么理性啊 很难 因为 太寂静了 因为太轻了 所以彼此之间 这个距离感 没有 没有距离感 就是一动 就冒出来了 而且还有 我们是不是对亲近的人 要求也比较高 平常的人都是说 爱之生自自怯 自己住在自己家里的人 你怎么还会 对付这样子 不了解我呢 对对对 这个已经是夫妻住了那么久了 这个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误会呢 或者是呢 你怎么 我这一点缺点 你都还不能包容呢 我这个缺点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了 实际上你一看到我的缺点 不一定是我的缺点的 这是老师 你认为我的缺点的 这应该 彼此之间应该要通融了 那么就像这种情形呢 一生气的时候 马上就忘掉 所以这个 你讲起来就是说 一个重负啊 重负 那也就是回到健康和快乐 是 这两个原则上去 健康快乐 如果一生气 一快乐什么 一生气 这个是有伤健康的 是啊 有伤健康的 生气对对方是 让对方不快乐的 让自己也是不快乐的 那这个不快乐 那当然没有负了 因此呢 我们常常听到说 家和万事心 家里的和睦啊 是最有大的 这是最大的福气 家里的不和睦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 夫妻两个人 就两个人 如果再不和 这个很痛苦啊 那如果是几个人 里面彼此之间 互相的扣脚啊 或者搬弄是非啊 那更糟糕 有些人说 贫贱夫妻百事爱 不一定啊 贫和贱 不一定是被爱的 贫贱而能够啊 和乐 安平乐道 安平乐道 那还是有福报的 也就是说 外面怎么样 坏 怎么糟糕 夫妻两个是一条心 夫妻两个 你和我 我和你 彼此之间 没有啊 任何的 一种啊 那这个一种 一种对立 那这个 这就是一种最大的安慰 因为既然是安慰 那就是和乐 和乐就是快乐 快乐就是幸福 那师父说 与人结缘啊 就是重负 那家里的人 已经都有缘 都聚在一起了 那怎么样重负呢 家人之间如何重负 家人重负就是 让家里的人 感觉到平安 感觉到 受照顾 感觉到 温馨 感觉到啊 这个 受尊重 感觉到是安全的 至少在家庭里面 是安全的 这个 感觉到家庭 非常温馨 就是说 回家里 这个 感觉正好 回家里感觉正好 什么原因 因为家里面有温馨 家里面有保障 有安全 这个是呢 就是对家人重负 对家人的基地缘 这个 所以 只要有一个人 常常 照顾家庭里面 家里的基地缘 那这个家庭 是有福报的 是 所以真正的 对家庭里面照顾 并不等于说是 每天 一天到晚 就是两个人 粘在一起看电视 并不是这样子 是 好 谢谢师傅开始 家庭文理里边 除了 要把子鸡的角色扮演好 一定要对子女的教育 这个就是 为家教